细节的长青里长茶叶蛋闯出名号 所以每年消防局119活动都会大量订购作为参加奖 而今年119消防节活动扩大举办 消防局阵风市人员也在来找里长下订单 当天活动加码准备了1800颗的茶叶蛋大防守 来到五指山上长青里长办公处 可以看到里长是忙着在煮茶叶蛋 119消防节活动就要在这个星期日登场 差不多要交货了所以这几天都在赶工 一锅还在加热当中 而这一锅则是卢好的长青里长茶叶蛋飘香 119消防节是消防员的重要节日 当天将在板桥福州合并艺术公园 举办大型的宣导活动 今年的1月19号也就是礼拜天的上午9点 在我们的板桥区福州的艺术合并公园 扩大举办2020新北市119消防节 致庆祭防灾志工的表扬大会 当天我们有准备非常丰富而且多元的 整个的防灾的体验跟整个的训练经过的展示 那为了这个的活动呢 那我们消防局的阵风市呢 也在那边也推了那个林郑的宣导摊位 今年为了配合消防局119的活动 那现在又开始在煮蛋 从开始煮蛋跟敲蛋还要浸泡 颜色上以二小时为原则 不超过因为有时候就像你卤太久不见得是好的 像那一天茶叶蛋不见得是黑是好 像那一天电视媒体是在报道 那颜色上是说以入位为原则 今年扩大办理 消防局阵风市依旧选择推出 这几年都很受欢迎的里长茶叶蛋 在当天现场提供参与活动的民众免费领取 而为了让民众都能够品尝到好味道 里长这几天都在赶着卤茶叶蛋 一样坚持高品质与美味 因为我这边用的是用金盏花 跟草本饲养的鸡生出来的蛋 品质要求比较高一点 那像我这边的中药材 还是用有一些是山上的独特的 像台湾天仙狗就无人婆 还有回香仓谱 还有清华粿 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料理包 刚品尝的时候非常的香 那最重要的是说 那个蛋有新生跟希望的一个产生 所以我们借着这次的活动 加入廉政宣导 希望将全民议事反摊的一个概念 植入全民的心中 蛋也象征新生与希望 主办单位也拿出茶叶蛋 比出2020新的一年 119消防节活动也欢迎民众来同了 就像慧琳细子采访我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